史無前例的 明日之星舞靈大會正式開戰 這一次再度邀請到 三位曾在舞力全開 挑戰國標舞的明日之星 蔡佳麟 杜忻恬 以及郭忠祐 與另外兩位戴著神祕面具 首次前來挑戰國標舞的明日之星 想帶來令人驚豔 有意想不到的演出 而今晚他們不僅要憑歌譽 更是要拚舞技 最精采的賽事 就在今晚的 《愛妮雅舞力全開》 馬上來欣賞明日之星 帶來精采的開場舞 《愛妮雅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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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你跟我吹拖 尊敬念念笑我 跟你當吹我的心 你先跟你想命命 啊... 你是適合我耍 啊... 你吹著我小碗 一陣子 一陣子 從而來 那天 不在意 一陣子 不在意 每天真是回家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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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其實適合玩耍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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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祝我花花花 一朵一枚是在家裡 會來努力的命 唱出會再度後悶看 每天真是回家 歡迎收看《愛妮雅舞力全開》 今天特別的不同 有歌又有舞 是 那是因為我們重金禮聘 打造了一個相當經典的 特別企劃 那就是 明日之星舞林大會 台上這五位明日之星的超級唱將 是 他們今天特別不是來唱歌 他們來跳舞 首先要歡迎三位老同學了 那就是蔡佳麟 喂 杜忻恬 大家好 還有我旁邊的郭忠祐 大家好 三個來往中間站好了 來,中間請 這一個好好的問一下 再一次回到這個舞台 而且又是以舞者的身分 來到我們舞林大會 感覺興奮嗎 接到電話的時候說 奇怪,我就剛跳完 為什麼要跳 因為他沒有休息到的事情 有沒有有一種好像惡夢剛醒 他馬上又要做惡夢的感覺 對,真的 然後我就問說 為什麼又要回來跳 沒有,這是要做特契 然後有誰 就你們忠祐、忻恬 有跳過的了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是 有郭婷筠 你這樣子講 我何必戴面具 你... 你這樣不就完全破的 不是,要破的 這都會加起來 你自己跳重來一次 我跟你講 不用了 其實婷筠 就算你不戴面具 我們也知道你是誰 我跟你講,我剛剛想說 工作人員拿面具給我要做什麼 你現在要不要拿一個幫忙 搭給他就好了 沒有,其實應該拿一個是我吧 我們看看 到底是不是郭婷筠 等一下 我們要假裝很驚訝好不好 全部人配合一下 假裝很驚訝 三、二、一 郭婷筠 居然是郭婷筠耶 一點都噴不出來 超美的 好意外哦 你說 你聽到他的名字 今天要來 你特別的期待 是的 為什麼 原因 因為我跳國標 也跳一年多了嘛 我沒有看過體格這麼好的 沒有 也是在誇想你 你今天真的很美 從一進棚 我就看到你穿這樣 我都覺得你真的很美 我覺得他今天很怪 怎麼樣 他從我一換好衣服 就開始一直說我很漂亮 一直到現在 我都覺得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假的 一直盯著你看對不對 郭婷筠,我講一句兩心話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真的 怡君姐講的我就相信 為什麼我講的我就不相信 不過忻恬 你知道 知道這個 有婷筠來的時候 你是開心的嗎 我是開心的嗎 我覺得你們站在一起訪問很有趣 可是其實你們不要看婷筠這樣 他筋非常軟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可以做很多 那種大招的 對,說到這個 有一次在大家的時候 你知道嗎 哈囉 黃醫師 他突然戴面具耶 不是,歌曲背影講話了 來 三 二 一,接面具 哈囉 哈囉 是的 哈囉,大家好 怡君姐好 國民小妹賴慧如來到我們現場 是 原來是非常可愛的慧如 慧如,你剛剛說 婷筠他怎麼了 是 婷筠其實我這次知道有他的時候 其實我也很驚訝 但是他有一個招很厲害 就是他筋非常厲害 有一次因為我們私交都還不錯 我去他家玩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動作非常變態 就兩隻腳把他掛到脖子後面去 真的 軟骨弓 他筋超軟,對 我就覺得很享受那種拉筋的感覺 這五位 我們明日之星的超級唱將來到現場 沒錯,今天不只要載舞也要載歌 簡單講就是演唱者 你們就是出題老師 是 你們可以指定誰來跳 好玩耶 那五位了解嗎 了解 了解 好,非常好 不管怎麼樣先放鬆一下心情 休息一下 是 待會兒就把這個舞台要交給你們了 好,謝謝五位明日之星 所有你們配合的舞蹈老師 也謝謝,請先回座 謝謝十位 謝謝 好,既然說今天是特別企畫 我們今天也邀來了一位客座評審 這個客座評審呢 絕對是重量級的嘉賓 沒錯 怎麼樣的重量級呢 他無數的經典歌曲 在台灣傳唱將近半世紀 到底是誰呢 我們先聽聽他的聲音 來 掌聲歡迎歌壇大姐大 陳盈潔 夜空閃 有靠閒 又來休閒 又去 唱呀... 跳呀... 咸咸...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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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妙跟代無敵 不然人會看誰 真得無音的你 可愛的天啊 哭別人中海 隨著笑人來消失 沒個小人不拍到安慰 紅啊 紅棍 紅棍 多吹幾年 掌聲鼓勵 歡迎晨妍姐、大姐 天后降臨 姐 不過我坦白講 今天我聽到我們明日之星 全部都來跳舞了 就在剛剛左手邊全部到齊啊 姐,我們今天不是要 憑他們歌唱得好不好 對哦 我們今天比的是國標舞哦 國標舞 對啊 晨妍姐應該是歌唱得好 應該不會跳舞啦 我是嗎 你剛剛瞪我一眼 我年輕的時候也很會跳 我是跳交際舞 我不會跳全部奪標舞 就是什麼吉露巴那一些的 吉露巴、恰恰探戈 漂亮 華爾街 所以音樂放 如果老師帶你一下 你是可以的嗎 吉露巴 吉露巴可以嘛 小鮮肉好好的來 真正的舞后在這裡 真的會耶 漂亮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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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感非常好哦 漂亮哦 掌聲鼓勵 漂亮 謝謝 為什麼今天找陳姐來這裡 是臥虎長榮 原來身長不露 他本來就會跳舞了 唱跳歌手的始祖 其實是陳銀杰 真的厲害 接手 你叫蔡依林過來拜碼頭 我跟你講 你今天是我們的客座評審 你用什麼角度來評分 我是覺得 因為他們的歌曲我們不談 因為他們會唱歌 但是我覺得 這幾位唱歌的話 他的舞蹈、舞姿一定要懂 對我們唱歌的歌者 在颱風上的肢體都會有 一定有 連歌曲、連舞蹈都踏起到心裡 那就對了 謝謝銀杰大姐 謝謝陳姐 謝謝 太好了 這個陳姐來 紅壁聲輝 沒錯 今天攝影棚覺得比較亮 上千筒 來 我今天抽出來 這一位是演唱者 他們要出考題 了解 好嘞 到底第一位演唱者會是誰呢 蔡佳麟 來,我們請到場中間來 好 你也就是我們今天的演唱者 當然也是我們的出題者 是 是 你想要指定誰、考誰呢 平常跟誰比較不順眼 我覺得其他都女生嘛 只有一個男生 忠祐好了 那就是忠祐跟祈鈺老師了哦 歡迎兩位 請到舞台中間來 好 佳麟,告訴我們 除了他是男生 你指定他的原因 還有沒有另外的原因 其實我有一首歌 很適合他跳 對 兩杯 台北山 紅布 大條定 兩杯 紅布 這首歌 怎麼辦 祈鈺還有忠祐 聽了有沒有臉都歪了 覺得 開心 對 因為這個歌比較有節奏一點 國標舞裡面我覺得 我比較有信心的是鬥牛舞 對 對,這首歌可以跳鬥牛耶 是,我跳過了啊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你在糾正我們主持人哦 沒關係 忘了就要承認忘了 對,因為我對他印象最深刻 就是恰恰 他的恰恰 他的恰恰非常有個人特色 對 這首歌 忘不掉 你跳的龍飛鳳舞 就是鬥牛舞 然後今天你一定要超越他的鬥牛 觀眾才會覺得更新鮮 好,我盡力 好,我想他們一個人準備好 那就直接歡迎郭忠祐、林祺鈺老師 帶來精采的表演 幸運的忠祐 看似抽中最有把握的鬥牛 但卻還是遇到了困難 練習當中 讓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就是 我一直沒有辦法抓到我的重心 預備 二、二、七、八、一 我在抖了你 他在抖了你的腿 好 上半身穩了之後 然後就會變成下半身 就是搖來搖去 可能我在想 有可能是 我還沒有習慣國標的舞鞋 它的根又小小 就是它的力足一點不大 力正 奇怪 就只是一個弓箭步而已 有這麼難嗎 不要放手 你後腳不要走 就沒接觸國標的郭忠祐 區區一個簡單的弓箭步 竟然難倒了他 而其餘老師 還發現他一個嚴重的問題 比較嚴重的缺點 他會試圖在地板上不斷的滑行 所以他腳會出現類似滑步的狀態 二、三、四、五、六、七、八 不要彎 不要彎 對,你要踩好 你要不要腳掌踩 我知道腳掌在哪兒 我知道 你確定 我確定 你確定不可以再滑了 好 這樣是比較不好的 因為當我們腳在滑步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的重量跟重心 就比較不容易 可以上到我們的腳掌上 原本對鬥牛舞科 非常有把握的郭忠祐 在這次的特別企畫中 卻頻頻打擊 他還能保持當初奪冠的決心 完美呈現這支舞蹈嗎 Freunde 來… 還有好 快速 車的… 平 sized 空虎 還能怕 好 我 好 面貫 依辱難 風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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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都失望 本首都愛夢 紅色月貫花圓在愛等 小平義願愛生日 全國昏迷真難天 請問方謝雙老名 生事有名 天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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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義願愛生日 謝謝蔡佳麟、郭忠祐。林祺霓老師 帶來的龍飛翔 忠祐你是勇氣葛家 在這之前 你知不知道蔡佳麟剛剛有提到 他已經有詮釋過這個鬥牛舞 而且是用龍飛鳳舞 有,那一支我有看 你有看 而且他那一次還拿了MVP 對 因為通常你要超越MVP的鬥牛舞 在蔡佳麟那一次的話 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才有辦法顛覆觀眾 對那一次鬥牛舞的印象 所以他在裡面 加了很多很多特技的東西 比方說側翻跟一些托舉的東西 對 這是你的意思嗎 不是我的意思 那是齊鈺老師囉 是我的意思 其實對於中央來說 可能可以讓他比較有自信 因為他最近 他的肌肉的能力又變得更厲害了 所以我覺得 可以讓他有一些展現的方式 然後讓他可以在跳舞面 可以有更多的自信心 但是這是你第幾次嘗試鬥牛舞 第二次 第二次感覺有沒有特別不一樣 我這一次就跟齊鈺老師說 我終於感受到享受跳舞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我上一次 我之前跳三支嘛 然後那三支 其實時間都滿緊迫的 那就是我一直在記舞步 可是這一支舞 可能時間比較充裕 就是練到 我已經不是在想舞步 我是在想舞跟歌怎麼合在一起 那佳麟,我問你好了 你剛剛在唱歌的過程當中 你有稍微注意一下他今天的表演 你覺得他... 還不錯啊 不錯的地方在哪裡 沒有跳錯嘛,對不對 我覺得很有自信 這是你最有自信的一支舞 對,真的 我相信今天成績應該會不錯 那我們就來聽聽評審老師的看法 佩玲老師,你的看法 鄭佑跟祺宇老師今天帶來的這條鬥牛舞 對我來講是進步很大 那個幅度是從這裡到這裡 很大很大 謝謝老師 然後你們跟祺宇老師 展現了很好的平衡感 很好的線條 很好的移動 然後包括很難得的那個框架 不管是自己在跳的時候這個圓 還有跟祺宇老師合在一起的圓 這個可見你的基本功是下了一些時間 那我給你幾個小小的建議 因為鬥牛舞呢 對我來講是拉丁舞頭 舞蹤舞科裡頭 最展現男性魅力的舞 也就是說這條舞呢 你是主宰 那你在跳這條舞的時候呢 你那個氣勢還差一點點 還有就是說 因為這是你主導的舞蹈 所以很多時候 祺宇老師幫你幫得很明顯 轉圈的時候 他自己轉圈 然後你就... 你就放在那邊 這幾個小小的缺點呢 對忠祐來講 就是你下次要去注意的 那還有一個地方 我要你注意 就是你轉圈的時候 你因為可能是怕你的鞋子太高 所以你不敢踮起來轉 你所有的轉圈都是平足 你都沒有踮起來轉 所以你的轉圈就卡一卡了 那這個地方扣了小小的分數 不過我從這邊傳過來看 分數挺高的 好,謝謝佩玲老師 不過重點是 你進步很多很多 真的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有進步就好了 這個努力就沒有白費了 你要不要回去準備一下 好啊 對啊 我腳痠 你腳也會痠啊 你也沒辦法前關大 不過他回去休息 那也就是表示 你要看分數 那就直接來看 郭忠祐到底是不是 可以拿到高的分數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明日之星特別企畫 我們的第一棒就是郭忠祐 還有林祈鈺老師 他們龍飛運動舞 搭上鬥牛舞 能夠拿下多少分 目前分數來到了84 84、85 小數點往上攀升 好,85.2分 明才老師85.3分 佩玲老師 竹男老師85.2分 迎接老師85分 那目前為止 只有你一個人出賽 所以是我們目前的冠軍 我們還是要頒發紅彩帶 給目前的最高分 我們的冠軍目前 明日之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武林盟主 掌聲鼓勵 好,也請我們的武林盟主 為我們抽出下一位 出考題的選手是誰 盟主,請抽 我們下一個出考題的是 杜忻恬 來,歡迎忻恬來到我們舞台中間 兩位請先回座 是,歡迎可愛甜心 今天你要先出題了 對 想考誰 我今天想要考 我剛才講 他 腰開 那是很嚴重的傷哦 對,筋開 筋開腰軟的婷筠 是 OK,郭婷筠 對,因為我很想看他軟Q的身體 可以發揮到怎麼樣的 令人期待他的舞技 好,那就掌聲歡迎郭婷筠 以及吳京橋老師 來,我們場中間請 怎麼樣 滿緊張的 很緊張 可是我們所有人都非常期待 那忻恬,你要出什麼樣的歌 來考他 好 你該不會想要出跳捷舞的吧 我下手不會這麼狠 好,那就直接來唱好了 好 有時候被低潮 吞噬進黑洞裡 想擁抱絢爛 星星卻感到無力 這是民視我的老師 Gill小賀的片尾曲 好像只能跳倫巴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他速度有點快 有點快嗎 是 對,不曉得能不能再慢一些些 這樣子會比較好 現在是應該討價還價是不是 對啊 我們能不能試看看 就把速度降慢 好,那我們這樣一點點好了 好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以再慢一點嗎 不行了啦 不是 這樣人家沒辦法唱 對啊 我主持人都看不下去了 看不下去 你要求太過分了哦 再唱下去變王昭君了 我跟你講 可以了 速度我還行,OK 要對我有信心 都已經放慢囉 好好唱、好好跳哦 是 好,那就歡迎三位 帶來精采的表演 昇平第一次接觸國標的郭婷筠 原本對於浪漫為美的倫巴 信心滿滿 但沒想到第一堂課結束之後 就對倫巴徹底改觀了 一開始我想說 倫巴應該就是慢慢的 應該不會像鬥牛 我現在牽牽這麼的累 沒想到 倫巴很多那種 要撐住的有沒有 那種要... 老實說要延伸 然後要撐住 然後下腰 那些等等的動作 真的 我每跳完一次我就爆汗 很累 很累 好 困難的舞序 不只讓平昀練得氣喘吁吁 也讓精巧老師 每每練完都筋疲力盡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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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笑 笑了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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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老師... 老師,今天運動量很大 有高度的國標舞鞋 對廷雲來說 是個沈重的負擔 疼痛的雙腳 導致他練習時長中斷 今天是第一次穿到舞鞋跳舞 剛剛第一個感覺就是非常的痛 好痛 等一下 我可以先脫掉嗎 很痛 不合腳的國標舞鞋 並沒有因此打敗平昀 忍痛再度穿上舞鞋 拚命練死的他 能否順利完成這支舞呢 這世界充滿各種冒險 我想進晴天 心愛 心愛 你哭了 和三天 我都覺得 新鮮 上一次 有你還有他們陪 在我身邊 讓我煩到千百千快樂 加倍 有時候被你照顧 現金配套你 想擁抱絢爛星星 卻感到無力 來到有你在哪裡 給我勇氣 念頭轉選擇在自己 我可以輕輕闖在青春時光裡 相信過去點點也是未來的氧氣 帶著希望和愛就不輕易放棄 為夢生的空呼吸 有時候被你照顧 細聽給動力 想擁抱絢爛星星 卻感到無力 該當有你在哪裡 給我勇氣 念頭一轉選擇在自己 我可以輕輕闖在青春時光裡 相信過去的地是未來的氧氣 帶著希望和愛就不輕易放棄 那是未來的氧氣 對,我可以輕輕闖在上面 那是2號是瞬間 我可以輕微放棄 謝謝那次 可以輕鬆的 好,謝謝 你的協調性跟你的從容不破 還有你的颱風 竟然是第一次來完成你的國標舞 真不可思議 你表現得太棒了 謝謝 老師給我很大的信心 就是他一直鼓勵我 其實我第一堂課 去找老師的時候我超緊張 因為第一個我沒有鞋子 然後是我第一堂課穿著球鞋去 所以很多動作都一直卡住 然後又加上我 就想說國標舞兩個要搭來搭去 我不知道我腳步要怎麼踩 然後老師就說 你先放鬆心情 然後老師就一步一步帶我 我們現場演唱 搭舞者表演這麼多次 第一次有表演者 試圖去攻擊演唱者 非常針對性 舞台這麼大 你們為什麼堅持 一定要在這裡跳 我眼睜睜在看著杜忻恬 邊唱邊後退大步 沒有,跳的時候沒有注意耶 然後一次攻擊不成 第二次反過來用腳勾他 我嗎 然後第三次 不來看回放 第三次之後呢 他乾脆不離開那裡了 直接在停留在那邊 我那個腳 我還想說我要延伸上來一點 我要慢一點 然後所以我差點踢到你了 我有後退 沒有,因為他的表情是好險 但嘴巴唱得很甜美 不過整個表演完 說真的感動了大家 尤其是蔡佳麟 蔡佳麟 明天你來參加舞 我幫你報名 那你要當我的男伴嗎 沒有啦,我還不夠資格啦 對,我覺得真的 你真的... 我認識你那麼久 第一次看到你跳舞 跳國標舞 然後呈現出 我剛才也很感動 謝謝 真的很感動 你怎麼這樣 我很認真 好啦,我知道啦 好啦 我們聽聽評審老師的看法 陳妍杰老師 其實我覺得金妍 他就是說 他從小有練過芭蕾舞 其實他很小我就看到他了 那麼今天我坦白講 他跟吳老師一起這樣 我覺得他們就是... 我跟忠祐講的就是說 他們剛才跳舞 兩個人就是那個律動的眼神 都有 都有連帶著 所以他跳起舞的那個姿勢 雖然不要說 別人怎麼跳舞 可是我跟你講 你跳起來就很輕巧 好 不覺得很重的感覺 那吳老師也是帶得很好 因為你知道 他是... 反正他唱歌也是黑馬 是 跳舞蹈也是黑馬 真是厲害 多才多藝 謝謝陳妍杰老師 第一次就有這麼優秀的表現 我們就很期待 接下來你的分數了 也謝謝新田的演唱 來,新田請先回座休息 謝謝 邀請目前的最高分 來到舞台中央 歡迎郭忠祐還有祈鈺老師 忠祐啊 你有沒有覺得他表現得非常好 我覺得我已經非常享受 剛剛這一段時間 所以我直接給你好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分數怎樣 好,那就直接來看分數了 好 郭婷筠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我們邀請了五年 終於邀請到了我們的郭婷筠 今天搭配上吳京橋老師 帶來倫巴表演 能夠拿下多少分呢 似乎大家評價都滿高的 目前來到了85.1 1,還有沒有 1.2,平手了 1.3 85.3分 明才老師85.1分 佩玲老師、竹男老師85.3分 陳寅杰老師85.4分 真的要很謝謝老師 然後老師他真的辛苦了 因為他還要扛我 有的沒有的 你知道我朋友他們看到 我練習的影片 他們都說 真的很壞 曾經有人說 我可能會抱不動他 所以我就要挑戰一下 這世界上沒有 剛剛不只扛 還轉了三圈哦 清橋老師 你私底下 有沒有去找那個 逛不逛 我跟你講 體重不是絕對的問題 如果今天婷筠他自己會撐 對 不要全部那整個藍或吸藍 給老師的話 其實他的體重並不會妨礙 老師的托舉 對啊 我覺得蔡佳麟哥應該也扛得動 對啊 阿爸,你扛我 蔡佳麟,你要試一下嗎 真男人 佳麟哥,你還沒跳哦 不要勉強 我先問一件事 你說說出貫電話幾盒 我先打 說八 好,來,我知道 他今天那天我知道 我吃力 好,非常好 蔡佳麟,你不用憋氣,蔡佳麟 蔡佳麟,你的臉為什麼要那麼猙獰啊 而且他從頭到尾都是憋氣的 人家吳京橋都沒事 你要檢討啦 算了,他回去休息了 氣到連仿都不仿耶 好,不管怎麼樣呢 我們要頒發紅彩帶 給目前的最高分郭婷筠 來,我們就由忠祐首相交給婷筠 真的是實至名歸 非常非常優秀的選手 也請婷筠為我們抽出 下一個選手 好,到底下一位演唱者會是誰 誰呢 好 答案是郭婷筠 自己抽自己 那我們請三位請先回座 郭婷筠留下 好 連莊 來,婷筠,你要考誰 蔡佳麟 好,我們歡迎蔡佳麟 還有胡秀文老師 好的,他已經說出 為什麼他要選擇的是你 那你既然被選到了 此刻的感受是... 對,我先撐一下 這就是一個... 為什麼 他今天真的很美 真的 這樣我很想哭耶 真的啊 從一進門就說 你今天超美的 我跟你搭檔那麼久了 很鼓勵 不過你要先擔心自己哦 蔡佳麟 對,我還沒跳 你該不會出一個 很難的考題給他吧 我出一個他跳起來最好笑的 歌曲是什麼 我們直接用唱打好了 好,來 酒是暫時的舞伴 你時倫是命 燦燦中水 他喝好打 水風在心湯疼 無用置疑 你要跳的是... 恰恰 這讓我們非常期待 也希望那個非常有特色的 蔡佳麟風格可以再現 歡迎三位帶來精采的表演 跳過明星舞王舞后爭霸賽 身經百戰的蔡佳麟 原以為昔日的經驗累積 會是這次比賽的助力 但沒想到卻成了他的阻力 就是因為之前在 有跳過小巨蛋嘛 那是標準速度 所以會比較快 聽到節奏跟... 好像是...怎麼講 就是會搶拍 然後會有那一股... 那一股動靜,你知道嗎 就是很快就對了 你這樣跳快 為什麼我這麼焦急 一直跳高 你自己一直想動起來 一直想動起來 對啊 可是你忘記我們這首歌 它就是我們一般比賽的 因為它沒有這麼快 就是顯習慣跳快 對啊 對 現在頭整不過來了 冷靜一點吧 冷靜 冷靜 除了興奮過度 而一直有搶拍的問題之外 就連豐富的舞科經驗 都讓蔡佳麟 在這次的恰恰當中 產生了舞科混亂的錯覺 因為跳過五個舞科的關係吧 所以有一點點分不太清楚 幾個舞科的重點是什麼 比如說有時候臀部的動作 會有一點像是倫巴 就是浮在一起這樣 五、二、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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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倫巴還是恰恰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在側臉的動作裡面 就會變得有點像捷舞 會有點跳起來 二、三、恰恰 再右跳起來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會跳起來啊 真的好奇怪哦 身為明日之星的學長 又有國標比賽經驗的蔡佳麟 有著不能輸的壓力 他有辦法成功的化險為夷 並且再一次奇蹟的強勢出擊嗎 名字幕后 我們要記得 這個頻道 但是我們要記得 我在心裡 你在心裡 人想想對 對的無恙 倫是哭笑來作看 有話買到沒人聽 是有對柄頭先吃 問你回頭上倫聽 唱是唱是會不看 你是倫是名 我沒說你也應該都會說 唱是唱是會不看 你是倫是名 若是親愛有你作的伴 甘外乎唱是唱是會不看 唱是唱是會不看 你是倫是名 在藏中水的淋浮渡 水泡在心湯天 漫中水時 changed 真是年jingисс 害不到你 你是倫是名 漫漫中水 漫潑歐泰 水泡在心湯天 筠 謝謝郭婷筠、蔡佳麟 胡秀文老師帶來的 九世舞伴你是生命 恰恰 蔡佳麟今天把他的舞蹈 完全發揮得淋漓盡致 怎麼說呢 今天從頭到尾 他的臀部非常非常的搶眼 但是你還是保留 你原有的那個特色 這個還是保留 他本來不要用的 後來加上去的 你看你現在靈活靈現的 你都可以靈驚應變 如果是比賽的話 就不可以這樣 因為老師之前有講過 那我們今天其實也是比賽 今天是比較歡樂 為什麼你可以感覺 就是這一次的表現 非常的輕鬆自在 可能就是之前有經驗過 然後會比較懂得去釋放壓力 我跟你講 他每次紐約出去 你要看他的重點 都下巴先啟動 他會這樣 你不信你刀帶 你看 真的嗎 你每個動作都是 有啊 好像要去要再的感覺 你不能心 因為也很好 每個人發力的方式不一樣 你發力是從下巴開始 我覺得這是保有你自己的特色 我覺得真的很有特色 然後 我現在要說好聽話 沒有話說 我要說好聽話 他有告訴大家 他說我今天說不好聽話 他說我就慘了 不是 我要很認真的講 我真的很佩服蔡佳麟 我記得就是以前 我們在明日之星的時候 我們也是有類似特氣 可能要邊唱邊跳 唱跳 他每次幾乎都是同手同腳 但是他居然是 我們明日之星 第一個重來跳國標舞的人 然後居然還跳到小巨蛋 對 所以我真的是 就是對你非常的刮目相看 然後我覺得 也很感謝你 有 真的,他們... 這些小朋友都不敢來 不是,我真的不敢來 是因為看到跳... 是因為我來這邊跳 然後激勵到你們 你的故事很勵志耶 很勵志啊 你是大家前進的一個動力 非常非常好 很棒耶 現在我走出去 蔡佳麟,你跳得不錯耶 對啊 跟差很多耶 跳得很好啊 我也是好,我唱歌好了 那就要好好來聽評審老師講 是不是覺得蔡佳麟也進步很多 鄭竹男老師,你的看法 今天佳麟這首恰恰 是一首非常歡樂 非常專屬於佳麟風格的一個恰恰 然後我覺得佳麟很特別一點 是他欲強則強 所以你今天的強度就稍嫌... 力度跟強度稍嫌不足 還有你的線條就比較不一扎那麼挺 之前凡席老師那個時代呢 你非常的盡聖 你說白色恐怖那個時候 是 感覺好像隆隆胎兒夠的事 如果站不好的話就一拳過 對 他這邊腳一駝背 我看過啊 脖子就拍下去了 所以他今天的線條特別的比較 比如說脖子啦 還有你在膝蓋做Lock step的時候 你的腳都比較鬆 比較沒有打直 最頂競爛的影子 啊平平蹦蹦蹦蹦心肝 看人生生腿 對的無影 原始哭笑來作歌 這個是你應該不能犯的錯誤 因為你已經比過小巨蛋了 今天整體心是很漂亮的 我把你的分數 要把你再拉高一點 因為你很有經驗 可是我覺得要對你嚴苛一點 所以我分數扣了一點點 待會兒你看人就知道了 好,謝謝竹男老師 你有沒有覺得 剛剛從天堂到地獄 真的 我們再聽聽看 我們客座評審 陳妍潔老師,你的看法 我是覺得佳玲 今天能夠練成這樣子 是他的... 好嗎要講,認真 你看胡秀文老師這樣 對,看了是不是 他那個,你會看到他 我們很注意 調皮的 滑稽的是可愛 很滑稽的可愛 但是你的表情就親耳力比較強 對 所以我覺得佳玲 你今天跳這個 我覺得... 你說你的舞... 我真的半蹲那個姿勢很漂亮 我這樣... 很好笑 可是讓人家覺得 在螢幕上就覺得 他就是有人的 而且你今天可能就記住這個動作了 對啊,當然我記住他這個動作 還有跟看秀文老師的表情 對啊 我過來跳這個... 那個跳鬥一樣的 是 悶燒心,你知道嗎 我問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對 陳老師 你給他的分數高嗎 算高了啦 算高了 有可能跟婷筠 會是相當旗鼓不相上下 差不多 那有得拚了 那我很期待 馬上要來看的分數 庭妍不要離開 我們邀請吳京橋老師 來到舞台中央 壁壘分明之餘 其實顏笑味還是滿重的 萬一今天輸給了郭庭妍 怎麼辦 不知道怎麼講 個個有希望 人人沒把握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我們的第三棒 蔡佳麟還有吳秀文老師 佳麟跳出他最擅長的恰恰 也跳出了招牌動作 個人的Freestyle 能拿下多少分呢 好,分數來到了85 1.2 2.3 還有沒有 1.4 好,心中大石頭放下來了 好,麟才老師 佩玲老師 竹門老師都是85.3分 迎接老師85.5分 果然你有打動到陳寅姐老師的心 給了足足85.5分 這是至勝關鍵 但不管如何 目前為止 我們要把這個彩帶交給蔡佳麟 恭喜蔡佳麟 是目前的最高分 總算是暫時鬆了一口氣 是的,我們的目前暫定舞靈盟族 就是蔡佳麟同學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說 沒有 就是鬆了一口氣 不是 可能等一下後面會跳更好 你會覺得這個慘 我之前已經承受過了 我知道不是天場都是地獄嘛 那不管如何 每一組到目前為止 都盡心盡力也表現得很棒 第三組我們就不抽籤 因為我們來欣賞非常棒的舞蹈表演 來,今天的特別來賓 就是我們第一屆 小小舞王舞后爭霸賽的 冠軍搭檔 一個八歲、一個九歲 年紀雖小 但是舞技高超哦 馬上歡迎林秋嫻、林振宇 帶來精采的表演 卓下第一屆小小舞王舞后爭霸賽 冠軍的林振宇、林秋嫻 小小年紀的他們 卻有著成熟的精湛舞技 每次演出都讓人為之精采 而今天他們將帶來 活潑又輕快的恰恰 作為這一次的示範表演哦 搭檔 很好玩 1,2,3,4 1,2,3,4 1,2,3,4 謝謝林秋嫻、林鄭宇帶來精采的恰恰 表現得非常從容 然後怡然自得 很享受這個舞台 對啊,一副就王者風範 那我就好好的問一下這個哥哥姐姐 尤其是我們的郭婷筠 你看完他們的恰恰之後 你的感覺是什麼 我看到都傻了 看得出來現在還在傻 對 為什麼有辦法那麼快啊 好厲害哦 而且年紀小小的 就有辦法跳得這麼精準 而且那個表情好到位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不斷的練習 剛剛有一些哥哥姐姐已經跳過了 對於還沒有跳的哥哥姐姐 你以這麼多的比賽豐富的經驗 有什麼要建議的 放輕鬆盡力去跳 很簡單 放輕鬆 然後輕鬆跳就好了 享受這個舞台 對 好,那也謝謝二位今天帶來 這麼棒的表演 謝謝你們繼續加油 謝謝林修賢 謝謝林鄭宇 謝謝 好 接下來的兩個藝人 應該是虎視眈眈 但是同時也是非常的緊張 好,我現在要抽出的是 要出考題的藝人 會是誰呢 我們歡迎 賴慧如 好,來,請賴慧如 來到我們的舞台中間 林姐好,林總哥好 老師好 你好 好,看完前面的藝人跳的舞 其實很緊張哦 對,其實我在座位 手一直麻然後一直抖 不過你暫時先放一顆心 因為你現在是出題者 對 沒有選擇了 對 你要考的對象就是我們的 心田 好,那就歡迎 來,歡迎兩位 請到舞台中間來 好,你要出什麼樣的考題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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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庸置疑 這首歌要跳的就是 鬥牛 這首叫鬥牛 鬥牛 因為我覺得跳恰恰 好像太普通了 我好期待哦 這首歌有辦法跳鬥牛 這是一翻兩瞪眼 兩觀眾朋友 我相信你跟我一樣很期待 剛剛這首歌 有辦法詮釋鬥牛舞嗎 看了就知道 歡迎三位帶來精采的表演 這次選擇鬥牛舞科 來挑戰的杜忻恬 沒想到 在還沒進入舞序之前 就遇到了一個極大的困難 比較大的困難點就是表情的部分 其實鬥牛表情就是一直要呈現一個 很高傲或者是很冷酷的感覺 可是因為我在跳的時候 有時候會一直在記動作 所以就會忘記要達到老師那個 就是不屑的感覺 但你要記得我們在跳舞的時候 我們的下巴都要在這裡 對 然後你要看前面 或是你抬起來高傲 鄙視的感覺 因為甜美外表 遇到重重阻礙的杜忻恬 不但很難擺出鬥牛所需的高傲神情 就連最注重的框架 都無法立即到位 對,手中 YES 一定要在這個位置 他在框架上面 就是會有那種新騎乎乎 然後升旗白馬 唱進去的那種手勢 會這樣子背 所以就是我們的舞蹈 盡量是要有框架的 意外發現杜忻恬框架不正確的老師 這一次想到了一個隨手可得 有非常有教的法寶來訓練他 老師想了一個方法 糾正我那個框架都會... 常常會掉的問題就是 外套 就是他實際有一個東西 讓你覺得 你真的像在甩一個披荊的話 比較可以知道那個框架 要一直維持住 你會覺得很天馬行空 好像不知道自己在成 一個怎麼樣的感覺 這樣的特選方法 能讓杜忻恬突破自身的枷鎖 改變他甜美外表的印象 成功的獲得評審老師們的青睞嗎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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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愛 成功的獲得 所以我高興 放開你的手 請你閃開不要再看來 放開你的愛 以前的愛沒期間 放開你的手 請你離開不要再相愛 放開你的愛 讓你牽涉一下女人的關 放開你的手 請你離開不要再看來 放開你的愛 讓你牽涉一下女人的關 放開你的手 請你離開不要再相愛 放開你的愛 讓你牽涉一下女人的關 放開你的愛 謝謝賴慧如、杜忻恬、楊凱軒老師 帶來的女人壞鬥牛表演 這首歌來全是鬥牛 完全沒有違和感 很凶狠 可是其實一剛開始練習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鬥牛 我可以擺出我平常臭臉 就很好駕馭 可是老師一直覺得 我太萌還是怎麼樣的 太可愛了 對 太可愛了 凱鈞老師他剛剛的表現 你還是會覺得他很可愛嗎 我覺得都已經比練習的時候好很多 只是他會時不時露出那種萌萌的 就是他會有那種職業病 就是他只要看到那個鏡子 或是看到我他就會這樣 就是我會有可能一個側臉的角度 他說不行正面 對 對啊 不由自主是想像 就是會突然 習慣動作 這樣子 結果忽然靠近就想要側面 然後... 對 對不對 這樣形容就剛好 對,沒錯 不管怎麼樣 聽聽評審老師的看法 佩玲老師,你的看法 欣廷跟凱鈞老師 帶來的這個鬥牛呢 比我想像得好太多了 因為我本來以為 你們跳鬥牛慘了 為什麼 一聽到那個節奏感 我以為是要跳恰恰 後來跳下去以後 我發現 欣廷跟上次來的時候 那個氣勢完全完全是不一樣的 他掌握了一個狠勁 其實在跳鬥牛不只是兇猛 或者是兇狠 我覺得你可以的話 在這個鬥牛的動作裡頭 要帶一點黏度 因為你跟凱鈞老師 在跳的時候 那個重拍打得非常好 那節奏是非常清晰的 但我覺得它不夠延續 所以那個黏度沒有的時候 所以那個女人的味道 它就沒有散發出來 人家說最毒女人心 在跳鬥牛裡頭 其實是可以拿來用的 然後在舞台 很多在行進間的東西 那個步伐是非常地到位的 凱鈞老師給你帶得很好 你今天的框架也是做得非常地好 好,謝謝佩玲老師 感覺這個分數令人期待 不過在看分數之前 我們謝謝賴慧如 謝謝 同時邀請目前的最高分 來到舞台中央 請慧如先回座 歡迎我們蔡佳麟還有秀文老師 來到舞台中間 佳麟 對 你覺得欣恬今天表現如何 不錯啦 我覺得 其實我看了那麼多 我覺得他舞序滿簡單的 他跟我恰恰比起來 真的是如蔡佳麟講的 他的舞序很簡單 有可能沒有辦法超越 目前最高分 85.4分的蔡佳麟嗎 那要看了才知道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杜忻恬、楊凱軒老師 今天我們的第四組參賽選手 很意外的 他們不是選擇恰恰 選擇了比賽 能不能夠讓大家眼睛維持力量 拿下高分呢 目前分數來到了85 0.2 0.2 0.2 0.3 接近了,還有沒有 有沒有可能同分 85.3分 明才老師85.2分 其他三位老師都是85.3分 差了0.1分 會難過嗎 不會,因為其實我剛才 我覺得我把我 就是最重要 要掌握那個氣勢給掌握住 對,我覺得這是 今天這一支舞裡面 我最想要表達的地方 好,謝謝你帶來 這麼精采的表演 謝謝佳麟 謝謝 來,謝謝兩組 請先回座休息 因為接下來就剩最後一組了 最後一組不用抽籤 那我們直接邀請我們的郭忠祐 以及我們的賴慧如 還有家明老師 請三位上台 又上台了 有陽光男生 聲音的聲 是 封號的忠祐 好,那你要考他的題目是 我要考他的題目就是 好,這是規矩版 對,這算規矩版 那不管如何 三位,你們是今天的壓軸 好好的表現呢 好,歡迎三位帶來精采的表演 其實節奏較慢的倫巴 對於首次挑戰國標的人 較容易上手 但賴慧如卻是相反 為什麼不是恰恰之類的呢 因為倫巴呢 其實它是算一個很慢 然後很優美 姿勢很多 因為我是一個很過動的人 其實跳得恰恰比較適合我 平常個性大啦啦 又極性子的賴慧如 為了贏得這次比賽 面對不擅長的奮法舞科 他決定克服一切難關 並且加入了智勝元素 既然都操到倫巴了 就是代表這種挑戰自己的舞科 既然都這樣來 那就來一點大招吧 想不到大招竟然是轉圈 這是我的罩門 我每次都覺得 可不可以吃一點煙車藥 加油 加油 轉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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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小心 下去了嗎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又有點心靜 我很怕暈 在上課之前呢 我就跟老師說 老師轉的動作可以少一點 他沒... 他越來越多 連想吃暈車藥 都忍不住說出口的賴慧如 在天拳地轉的大招下 吃盡苦頭 原以為苦難即將結束 沒想到老師 再一次出了難以克服的難題 考驗他 第二個還來給我一個 筋很柔軟的大招 所以我每次上課前呢 都要先花半個小時 而再拉筋 然後呢 我想說 在上課之前 我都每天都有在拉筋 應該是OK啦 可以PASS這樣通過這樣 所以 殊不知 老師 很痛 可以打開一點點 好 你往前做 不要 不要 你再往前 再往前 勇於挑戰自我極限的賴慧如 有辦法將這些痛苦的磨練 化為成功的養分 綻放出麗與美的極致舞蹈 歡迎賴慧如以及劉家明 帶來精采的表演 主題 除非是你的溫柔 沒有別的追求 除非是你跟我疼 沒有別的燈火 我的黑夜裡白天光 不要太早離開我 世界已經太寂寞 我不要這樣過 讓我一起愛個狗 給你的所有 讓我一起愛個狗 現在的一刻 現在的一刻 讓我一起愛個狗 給你我所有 讓我一起愛個狗 謝謝郭忠祐、賴慧如、劉佳麟老師帶來的 讓我一起愛個狗 給你我所有 讓我一次愛個狗 謝謝郭忠祐、賴慧如、劉佳麟老師帶來的 讓我一次愛個狗 倫巴表演 蔡佳麟 你遇到對手囉 真的 難了 這個倫巴 其實看它的基本功 它是有琢磨過的 真的看不出來 這是它第一支國標舞耶 其實我以前就是有一點點 也不是國標舞的基本步 是社交舞的基本步 你學過嗎 對,因為我從小是阿嬤帶大 然後阿嬤以前喜歡去 就是舞廳歌廳跳舞 然後我就跟他去 然後老師...阿嬤就說 不然你學一下跳舞好了 就請了老師來幫我練 但是我練了 大概基本步我就不想練了 你不喜歡 不是 是因為那時候小時候還小 就覺得要跟男生肢體接觸 我就不喜歡 所以後來就斷了這樣子 那這一次是因為 老師,我比較帥了 還是什麼原因打動了你 多少有一點 不是啦 這個我們精挑細選的啦 不是啦 就是因為我長大發現 國標是一個非常唯美的東西 非常喜歡 所以你是因為這樣子 讓你想要重新接觸 再試一次看看 對 但是這次接這個舞蹈 就是有點受挫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就是會錄影片嘛 回去看 然後阿嬤就很開心的說 你拿來給我看看 然後我就傳來的給他 他就打電話說 你是在跳什麼 跳成這樣 你是要怎麼去比賽 然後阿嬤也很懂啊 對,所以阿嬤看到我就覺得 是不是我真的跳得很差這樣 阿嬤是用另類的方式在激勵他 覺得他的程度 他可以跳得更好 你會更想要跳給阿嬤看 對,而且他今天來到現場 阿嬤有來嗎 在哪裡 阿嬤可以舉個手嗎 接一下 太后吉祥 你有男神護駕耶 太后 阿嬤,你好 剛剛看自己的寶貝孫女 慧如跳完之後你什麼感覺 比他在練習的時候還好 還好 言下之意感覺 阿嬤似乎覺得他可以更好 對 阿嬤,以你很客觀的角度來看 目前我們的優勝者是蔡佳麟 你覺得他們兩個誰會勝出 這個事情 嚴重了 嚴重了 仔細聽哦 嚴重了 因為怎樣你知道 我看得懂 對 我以前也是寫過 就是因為你看得懂 我才要問你 就當作老師不在 在你心裡 用你的角度看 你會覺得... 你不要問這句話 好,那我問你 我一定會說 阿嬤,你講沒關係 阿嬤,你講沒關係 不要緊 阿嬤說了 他已經說了 他已經說了 我沒聽到 你說太慢了 他說我不要問這句話 如果我非要問的話 他說 好,不管怎麼樣呢 他絕對有這個實力跟本錢 是 可以拿到我們的冠軍 今天謝謝 賴阿嬤,謝謝你哦 謝謝 我們旁邊稍坐休息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分數最高的是蔡佳麟 對 所以他的勁敵 應該目前只剩下蔡佳麟 可是看待評審老師 是不是有相同的感覺呢 許民財老師,你的看法 慧如,你跟這個佳麟老師 排這首舞的時候 練了多久 我們大概就四、五堂課 然後你應該自己 有花很多時間去練習自己 因為其實老師還滿忙 他學生眾多 我是說要這樣問就是很好奇 應該說是你很有天分 因為慢的舞蹈 容易看出你的基本動作的缺點 那我剛剛仔細看了 其實老師幫你排的舞裡面 很多基本動作 譬如說WALK到扇弦位置 動作很多人學很久 都沒有辦法做到這個樣子 所以我是滿訝異就是說 你這麼短時間能夠跳這麼好 那是真的很不容易 我... 我是很看好 以後如果你在挑戰的話 真的是非常厲害的一隻大黑馬 當然今天在這個線條美 柔軟度很好的情況之下 就是你可以試得再加一些力度 跟肌肉的張力 那你就會更厲害了 今天你們的演出我很喜歡 謝謝老師 謝謝許民財老師 接下來要看分數 邀請目前的最高分 以及所有的選手 來到舞台中央 好,歡迎大家 賴慧如的驚人一跳 會成我們今天的冠軍嗎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明日之星特別企畫 終於來到我們的最後一組 也是決勝負的一組了 賴慧如、劉家銘老師 他們動人的倫巴 能不能夠打敗 我們蔡佳穎的恰恰呢 分數來到了84.8、84.9 85 小數點往上攀升 84.2 84.3 還有沒有 84.4 評分了 還有沒有 85.4分 好,陳寅傑老師 85.3分 其他三位老師 85.4分 這是令人非常開心的一個結果 因為他們各有千秋啊 其實真的非常開心 最重要還是要謝謝老師 老師非常細心的指導 不管是基本步動作 所有步伐 那其實在接到這個通告之後呢 我一直沒有想過會得冠軍 我只想說 要把一支舞完成 而且還要做到最好 不可以讓自己有遺憾 真的 也謝謝你們願意來參加 武力全開 謝謝我們的指導老師 謝謝 謝謝 那最後我們要非常恭喜蔡佳霖 以及賴慧如 成為我們今天的MVP 是,恭喜兩位 雖然彩帶只有一條 但是紅包有兩個 是 恭喜蔡佳霖 成為我們這一次 特別計畫的冠軍 恭喜兩位 非常恭喜 也謝謝其他的選手 希望你們在國標舞的路上 繼續堅持下去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 要非常感謝所有的觀眾朋友 對我們愛妮雅舞力全開的支持 下禮拜同一時間 主持收看 愛妮雅舞力全開 謝謝 謝謝評審老師 謝謝大家 辛苦了 我們下週見